能够让台湾的农产品 或能够除其人够进来 这不正是台湾最需要的 国会人的公务吗 尽管备受外界质疑 国民党立运党团总招复昆奇 前一天人坚持 就算花莲刚发生强症 人会如其率篮尾团访问中国 隔一天再上火线强调 是要为花莲人带回观光荣景 今天晚上行程四照旧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去一定会去 尽管复昆奇口口声声强调 振兴经济和灾后重建同样重要 但这个说法听在花莲人耳里 难以接受 他这个有毛病 他就是背叛台湾的人 可是花莲人选他出来 他这个时间跑去中国去逃 这没什么意思 他自己的家乡这样子 怎么还可能他会去中国访问 你不要说用灾民的痛来堂塞一切 也有网友涌入傅昆奇 脸书留言建议暂时不去中国访问 以处理灾情 灾民为重 请考虑延后行程 以救灾为受邀任务 确定会跟着厨房的栏尾 则帮忙还家 除了政灾以外 除了建设以外 还要做发展 每天要去跟邻居 你是要去投家吗 每天家报妈妈 所以自己没能力 他又要骂家里的人 这个就是民进党 国民党内我相信他们心里的OS都说 傅昆奇真的是像病毒一样 在花莲需要他的时候 他却一心向中国 尽管傅昆奇认为两岸破冰 自己责无旁贷 但花莲唯一的在地立委 选择花莲人灾后重建之际出访 花莲人在傅昆奇心里的顺位 人民心中自有衡量 三船旅艳林凯居口 参用N小组台北花莲